原警分别在前后 护送一台机车 不时按喇叭维持秩序 帮助开道 好不容易终于到医院 后座男子急忙跑下车就医 人平安无事 原来事情发生在3月18日 移民医生因为对防晒过敏 引发急性呼吸困难 但正好在交通尖峰时刻 情况紧急 因此他们赶紧向路旁远警求助 警方二话不说 立刻打开警笛当前倒 一路护送他们到医院急诊室 起行看证 平日都在救人的医师 这次因为过敏差点没命 好险遇到好心远警 才让他迅速到院 打针检除危机 原本10分钟的路程 也缩短了一半 事后他也找到了救命恩人 当面道歉 根据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建议 喷雾是防晒使用得靠皮肤近一点 并且绝对不能喷在脸部嘴巴附近 避免吸入 而医师根据自身的教训 也补充不要在密闭室内喷嗓 万有局部红肿搔痒 甚至胸门等情况出现 得立即急诊就医 由于事发突然 当下就算叫救护车 也可能会来不及 好险警方恶化不说理 可帮忙也救回了一条宝贵性命 记者林医生杨芷玉一栏报道